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干嘛还2021年7月28号 干嘛九国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July 28, 2021 Has shown up with the fight in Taiwan today very soon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我想分享我们这一次 东京奥运会十米跳台运动员张家琪的一个采访视频 因为呢在这一个采访视频里面 张家琪就被记者问到 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取得金牌这个成绩 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张家琪呢也是非常自信的回答 还是有一点小骄傲的 那么被记者问到想要什么礼物呢 他又非常可爱的说到想要一个芭比娃娃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回答 让我感觉到现在的00后 他们的自信 他们的从容 是跟我们90后的性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或者说别说我们90后吧 90后啊80后70后 家长可能都教导我们不能致富啊 不能骄傲啊不能自满啊 可能真的是非常开心也不能随便的表现出来 还是要自己默默的鼓励默默的知道 然后呢鼓励自己啊 接下来啊继续的表现好自己嘛 可是现在的00后的话呢 他们的自信还是非常非常愿意的跟大家分享 这种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心情或者说性格 跟我们90后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的 所以呢张家琪的这个采访视频 他的回答让我感受到现在的00后的自信啊 真的是发自内心 而且呢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的品质是值得宣传下去 那么我觉得国家强大就要勇于的表现出来嘛 当然这种勇于表现不能给别人的感受是自负啊 因为自负和自信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好了话不多说 大家来直接感受一下我们张家琪的这个自信的表现吧 不是你置身的法宝你觉得 也不算吧 还是自己有实力 倒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和得分 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骄傲 有一点点小骄傲 那能蝉联应该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吧 应该算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才两届嘛 我还要蝉联更多届 多少届啊 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吧 有一点紧张 不过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后面机场我会做调整会放开一点 挺开心的 我也没想到弄大第一 他们一般都喜欢咬这个 你不咬一下吗 现在有没有想之后跟任教练要点什么奖品啊 还没想好 可能还是爸比娃娃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 站在最高的这个领奖台上 听着那个升国旗 你心情是什么样的 挺激动的 也特别高兴 也能把国旗升起来 老子 好 大 好